字幕視頻 會有些人 下椰總會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興奮 醉醉地 那時候一定 regel 運氣 每天是幸福 維持兩三年 這樣不夠 不如我自己開椰總會 很多馬來西亞富豪都被加入 開始請香港的歌星過來 毛啟燕、杜德慧、草莽 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每一個香港人過來都會找Ryo 誰不認識Ryo在馬來西亞 不認識Ryo你有沒有來過馬來西亞 大大認識我的時候 他在一個disco裡 第一眼看到我 我都有很多女人在我身邊 七、八年後我就離婚 兩個弟弟那天交給我 小時候我發過世 我說我以後的太太 一定要是一生一世白頭刀刀 我的夢想被我前妻打碎了 我雖然覺得自己很成功 又有錢又有名義 人生沒有什麼意義 我朋友介紹一位女生給我認識 我一看到是一道光 我就開始想認識 認識 認識給我的感覺是 夜生活的人 人是OK的、很友善、很友善 做朋友的人都很好 但是做丈夫、長遠的婚姻的人 我就覺得沒有信心 如果Ryo是上帝你為我預備的 求神你來改變他的生活 你改變一切 不如去教堂吧 第一個禮拜我去 剛好我心中想到我家裡的東西 牧師那天剛好分享到家庭的關係 那我就覺得這麼巧 下個禮拜又游去 想到生意上的那些 如何處理和股東關係 氣游說到那些事情 哇,這麼巧 第三個禮拜 是說 不如你相信耶穌好不好 我就站起來接受了耶穌 淫聯真的很難勝過 我有時見到美女出面 我都會有這樣的事 因為我以前真的有這麼多女朋友 我說主 我的腦裡的思想是你掌管的 慢慢地十年裡 神一直連臉一直幫我 我的太太 是我的傻瘟師 在幫我祷告 我出入去萬宴 我都是帶來氣的 現在我的丈夫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很放心 家裡帶領我們一起 家人來敬拜祷告 我的生命不是靠我的擁有 因為我又是一位神 以前我出氣 我有這麼多司機 有這麼多大車 我當然是司機大車載我 今天就算我駕駛小廠的車 出去見別人 我都可以抬起頭來